朋友们好 本来呢我是这样想的 说如果我的这个原创图文标签呢 如果拿到了之后 我要来贡献一个节目 那就是我即将要表演的这个节目 后来结果呢没有通过 哎我突然想啊 这个没通过其实挺好的 我干嘛非要通过呢 难道就是为了通过来写作吗 哎不对 于是我就想通了 想通了呢 我就会在明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 我要会把我 坚持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昵称啊 给它改漏 我要用一个全新的昵称 要开始一种全新的写作 我再也不管什么垂直不垂直了 那为了祝贺自己啊 这种豁然开朗 我要第一次在这个视频节目当中 正儿八经的来朗诵一下苏氏的钱赤壁赋 人叙之求 七月寄望 苏子雨客泛舟 有雨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 举酒主客 送明月之诗 各窈窍 智障 少言 月初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鹿横江水光皆天 总义为之所辱 令万青之茫然 好好呼 如平时遇风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呼 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陷 于是 饮酒乐盛 寇贤而歌之 各月 跪照系蓝甲 即空明系 素流光 喵喵喵系于怀 望美人兮 天一方 客 有垂动消者 以歌而喝止 其声乌乌然 如怨如暮 如气如素 于音喵喵不觉如履物 又喝止千交 气孤舟 知离父 从此强然 重惊微作 而问客运 何谓其然也 客运 月明星系 乌却难飞 此非曹梦得知 失忽 希望下口 东望无常 山川香辽 与湖苍苍 此非以梦得知 困于周郎 折乎 放其破荆州 下降陵 顺流而 东野 诸路千里 今起冰空 十九陵江 横树复世 故一世之 雄也 而今 而今 盘 在 在 旷 无于子 于乔 于江 主之上 履于下 而有 米露 家 夜之 偏周 去 刨 足 以向主 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哀无声之虚愈现长江之无穷 血飞仙遥游报名月而长重 只不可忽咒得 脱遗相与悲风 苏子月 可一只福水与悦乎 是者如死而未常亡也 迎许者如笔而足莫消长也 该将自其辩者而观之 则天地层不能一一顺 自其不辩者而观之 则无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谢乎 且服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无知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为江上之清风亦山间之明月 耳朵之而为生木 予之而成色取之无尽 用之不皆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无与此而无与此而无与此之所共事 可喜而笑 其展庚主 遥喝寂尽悲盘狼击 不知东方知几百 好了 好怪